这家节式健身在杭州文三路上 宋先生说这家店是2019年10月份开业的 它是初始会员 当时办的会员卡一年要3000多 一年到期了又续了一年 健身房还送了几个月 加起来是到2022年1月份到期 目前还能正常使用 5月底健身房销售人员给他推销5年制会员卡 说可以全程门店通用 还提供健身操和按摩服务 一开始宋先生并没有心动 最后他一直诱导我 诱导我到最后说那样吧 他说你先办这个卡 你办了这个卡之后 我会 你要不想要了可以转给我 18000转给我 然后我还会再额外给你4000块钱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卡一更高的价格 再出售出去 甚至可以赚1万多 然后我就同意了 汇集合同显示 5年制会员卡18888元 有效期从2022年1月份到2027年1月份 宋先生说当时销售人员是当面口头做的承诺 微信中也没有文字聊到此事 他后来我在跟他讲这个事 他就以各种理由推脱 一开始他说是转卡 转给他一次 他再转会需要4000块钱的手续费 合同上有个红章 口头承诺无效 以书面协议为准 合同约定 如果会员单方面解除合同 要按照汇集费用的30%支付违约金 宋先生觉得销售人员当初承诺 先购买再转卖给他的说法 就是个骗术 让他们给我把卡退掉 第二个也是希望 我昨天下午看到他们还在用同样的办法去骗其他的这个会员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个 然后提高警惕 找到结试健身 负责人说当事员工不在 这个具体就是销售跟他过程当中细聊了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过多的去现在去复述 会员他是基于自己要使用这张健身卡的情况下 他自己才资源支付的这个费用 他用话言巧语骗个我呀 就是疑惑了我 好到时候我这边核实清楚之后的话 让我们公关部这边的人到时候给到你们相关部门这边的话 给到一个回复好吧 宋先生坚持退掉会员卡 拿回全部费用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块钱 我们可以去跟公司总部这边协商一下 然后把他的意愿先表达上去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代表公司说单独去给他减免一定的费用 这个是我们没有权限的 现场宋先生发微信给那位销售人员 对方没有回复 根据宋先生提供的手机号 记者拨了过去 稍微等一下 就我再忙 然后稍微下二三十分钟 你也回过来好吧 我们也是这个证据公司买 截至发稿前记者没有收到这位工作人员的回复 张经理这边反馈 目前公司已经对该员工做出了停职停薪的处理 宋先生全额退卡的要求 领导已经知晓 等几天就会有结果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